大家好 这两天旅游代言红人丁真参加了慈善盛典 他牵手邓雅萍做红毯 丁真不识时机的为假乡的旅游做宣传 此时在网上也是引起了一片的叫好声 跟丁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大批旅游局长 为假乡的旅游做代言 结果被全民吐槽 有的局长被吐槽为油腻的征贤大叔 有的被吐槽为颜值不及格 更要坦的发文赞扬自己 是我在零下二十度为假乡拍旅游视频 悲响回下同情 结果被网友吐为油腻的中年大妈 公款为自己拍写真 对此很多人都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丁真这样一个小型文化 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熊腰火 为假乡做自由代言 就起到了这么好的宣传推广作用 而有权力有协力的旅游局长做代言 不但没有起到好的宣传作用 反而起到了负面反响了 首先旅游局长在什么心目当中的形象 跟名人模特包括素人模特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是当地政府机关的服务跟管理者 如果说他们进入了代言这个行业 那就属于弃正从商了 那说的难听一点属于不正业 这种代言无论是拍摄剪辑 还是后期的推广发布 都是向花政府经费的 那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到底是否透明 这是让人怀疑的 即使说你没有花经费 那就用上班时间来做这些工作范围以外的事 那也是在浪费拿水人给他们发的工资 其实旅游宣传属于营销策划工作 它是由专门的广告营销策划公司来做的 因为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这个行业已经形成了特别完善细致的一个操作流程了 所以说它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商业行为 那商业行为就是要讲究投资回报率的 政府或者旅游部门花了钱请你做宣传 那能复产是很好的回报 这必须是广告公司 营销公司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丁珍之所以这么红 对家乡的旅游业取得了那么好的推广和宣传作用 是一个商业化的营销行为 那后期有广告公司 一程经济不断的进行推广跟运作 是有计划有目标的 所以说不是一个短期的营销行为 此外作为广告公司或者营销策划公司 所选择的名人模特代言是有严格的专业要求的 如果说你是文化演艺名人 还有自己的知名的文化艺术作品 如果说你是广告模特 那五官身材要达到靠脸吃饭的商业级别的标准 这是希望模特们长期坚固训练才能达到的一个标准 为此他们每天要锻炼两个小时以上 为了保持自己的体重 每天的饮食都要定时定量 就不能狂吃海喝 而这些都不是普通的旅游局长们能做到的 所以说看似很简单很容易赚到的钱 但是呢对于油官来说啊 其实他们的素质还差十万大千里呢 贴在我们的海里等 information 我们好看哦 但是我们知道